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零基础Excel快速入门,我是有乐 现在我有这样一张销售的明细表 在这张表当中记录了每一天每一个销售员他的销售量以及当天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那么现在到了年终或者年末的时候,我们要对数据来进行一个总结,对不对 比方说,现在我想看一下每个人他今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诶,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操作呢? 难道是我们新建一张工作表,然后将每一个员工的销售额用计算器来进行总和吗? 可是,你瞧,在这个销售明细表当中总共有240多条数据 如果是用计算器来进行计算的话,那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 这个时候网上会有答案说,我们可以用函数公式来进行统计 的确,你瞧,我们点击总销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函数的公式来进行统计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现在又想看一下每个人,每一种产品分别的销量是多少 诶,这个问题又该怎么操作呢? 好,你瞧,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通过函数公式来进行统计 可是,这个时候的函数公式是不是已经复杂了很多呢? 好,这个时候老板又说,我想要看一下每个月每个人的销售额是多少 那这个公式又该怎么写呢?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快要吐血了呢? 你会发现,当我们面对一种需求的时候 我们用函数公式的确可以来解决当前的这个问题 但是,当我们面对不同的需求的时候 这个时候函数公式就变得不再那么方便了 关键是,你还不会写函数公式,对不对? 诶,那么问题来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接下来,有乐将在五秒之内搞定所有的这些需求 不相信? 好,那么接下来呢,有乐就来演示给你看 首先,我们想看一下每个销售员 它的总销量是多少,对不对? 好,我们把销售员拖拽进来 然后呢,把销量拖拽进来 你瞧,在这里,一个塞尔是不是就帮我们统计出来 每个销售员对应的销售量是多少了呢? 好,那么我现在想看一下销售金额,对不对? 我把销售量拖出去 把销售金额拖进来 你瞧,一个塞尔表格呢,又会自动地帮我们统计出来 每个人对应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诶,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快速呢? 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一个难的 我想查看每一天,每一个销售员 他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这个问题够复杂了吧 其实啊,还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将日期拖拽进来 然后在日期这里啊,我们选择我们要查看的日期 点击它,点击确定 你瞧,一个塞尔表格呢,就会帮我们统计出来 当天销售员他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你瞧,不用计算器,不用函数公式 只需5秒就可以快速搞定 秘诀,秘诀就是它,数据透视表 什么是数据透视表呢? 数据透视表它的本质就是分类与汇总 比方说我们想要统计销售员的销量,对不对? 所以我们按照销售员来进行分类 我们只需要将销售员这个字段拖拽到我们分类当中 拖拽到行或者列都可以 只不过是显示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拖拽到行这里 然后我们要统计金额,对不对? 我们再将金额放置在值这里进行汇总 你瞧,只需这么一拖一拽就可以轻松搞定 在这里我们演示的是行 我们将销售员拖拽到列这里 你瞧,数据透视表就会帮我们将这个销售员按列来进行统计 如果我们想要筛选当前的日期呢 我们只需要将日期放置在筛选这里 然后在这里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那么如何来更改我们的筛选条件呢? 我们只需要选中这个字段,然后将它拖出来 你瞧,当前的条件就会进行删除 怎么样?用数据透视表来进行分类汇总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如何创建数据透视表呢? 我们只需要选中一个单元格,然后在插入测单下 点击数据透视表,点击确定 你瞧,现在这个数据透视表呢就已经插入完成了 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汇总的结果之后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表格来进行美化 还记得我们之前快速美化表格的方法吗? 我们只要选中我们的表格,然后在开始测单下 点击套用表格格式,在这里我们选择一种表格样式 点击它 如果说我们想更直观看到数据之间的差异 我们只要选中当前这一列 然后在条件格式当中选择数据条 添加数据条 你瞧,我们之前美化表格的操作呢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 好,到这里我们关于数据透视表的创建 以及简单的分类汇总,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你学会了吗? 下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数据透视表的快速统计功能 等你来哦